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的诉求就是儿子从2016年毕业 他的工作 生活 还有他的婚姻 原地踏步 停滞不前 我始终要主张是让孩子自己成长 让自己出去去闯 自己去找单位 他爸爸始终给孩子提供一个又一个平台 导致了孩子工作上现在 可以说养活不了自己 不能自取其力 我认为我丈夫有一定的责任 首先让老公先改变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指的就是叫我不要过度地迁就孩子 我认为吧 我也不说是迁就他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 方式方法是对啊还是错啊 就是说我就迷茫这个东西 因为老是探讨探讨 我不认同 我是因为首先从理解我这改变 夏王的诉求是什么 在家里待着不愉快 老是工作的事来说 我感觉他们给我造成障碍 我希望他们就是少点指着 就是给我一个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去慢慢来 就是说用正常人的思维 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 我也希望儿子不要自私欺利 不要依靠父母 邹女士提出改变儿子当前的局面 首先需要丈夫王先生放手 其次是儿子自身的努力 儿子小王确认为父母对他工作的干涉和不理解 才是造成他一事无成的罪魁祸首 调解还未展开 王家的战火就已迅速蔓延 今天的调解难度可想而知 邹女士告诉我们 儿子小王性格内向 加上在外读书时染上抽烟喝酒的恶习 不思进取 夫妻俩对他的未来很是担心 大学毕业后 小王回到父母身边 邹女士决定抓住找工作的机会 锻炼儿子独立适应社会的能力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王先生的一个举动 彻底打破了他的计划 孩子毕业以后 出去做外卖 给人搬家 送快递 一开始他就说 送快递送外卖别人都欺负他 我说那当然服务行业对不对 我说你要很让别人不欺负 你那自己就得要站起来 是吧 送了半月 送的很好快递 我认为好像他感觉比较适应了 这时候他爸爸给他提供了一个 系列站一个工作 这工作应该是很好 而且还给他提供培训的机会 这时候我是不同意的 我说孩子他的自律性差 时间很充足 他这个时间干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让孩子自己成长 但是他爸爸同意 我也阻挡不了这个事情 就让孩子去了 他那会儿吧 我感觉到一个是工作没有结果 你想你当搬家公司的 搬家你想人家 其他人那都是那五大三处的人 他干不了 我担心他在那待不住 再加上你就感觉到他还学着编导 成功有一个机会 他就能好一点 我老公始终想让孩子在他的屁股下成长 给人搬家或者送快递 我都支持 毕竟是靠自己的劳动成果来养活自己 航航出状言 工作以后呢 三年打鱼两年再往 单位对孩子不满意 他妈妈的思路我也认同 但是我没办法 我不能叫孩子在这个社会上 老子在家的就是说成年 就是迷恋一些东西 感觉他就孤单 后来我发现他有一个同学 我心想是不是他们之间有寡了 有什么共同同学之间 能能有说话的 就是在工程中 把从前的那种问题 小妹子他们自己能消化 或者成长的过程当中 把那个东西都不是问题 想要依靠外界的环境 或者其他的人来影响他 改变他吗 也有这么的想法 怎么能打到孩子的 就是说是对我 我跟他相处 他能感到我的温暖 感到我的爱 我没有要求 都是我爸找的 并不是你的想法 就是他们做什么事 都根据他们的喜好去做 就是说一张 像一张白纸 他们画什么就是什么 如果选这个专业 我现在想也不是多喜欢 天天觉得过得不太好 天天都烦烦了 气得难受 发现不了就 喝酒然后第二天就起不来 不去培训 没去培训 人家不让我干 也可以说不是他的想法 但是他现在 我可以让人 你现在问他 你想干什么 他不知道 我想他不能老实在这样 在表演书上躺着 一天去一趟 也必须在家里 所以你就来安排 那我怎么办呀 他怎么办呀 怎么生活 我心里是不太服气的 我就想学法律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但是我又不是个专业的 就像边干个工作边学 儿子小王把消极代工 弄丢记者站工作的原因 归咎于父亲王先生 如此推卸责任的做法 早已让主张儿子 自食其力的邹女士 气不打一处来 他原本以为 经历了这次吃力不讨好的教训之后 丈夫会意识到 儿子的问题 与他站在同一战线 殊不知 王先生听了儿子 打算边工作边学习法律的想法之后 再一次出手帮忙了 他爸爸同学又回到找楼工作 给孙女的小学当代科老师 当小学的代科老师 时间很充足 他这个时间看书 从王先生安排的工作来看 他无处不再考虑儿子的需求 小学教师的工作 似乎完全满足小王 想要边工作边学习的条件 可儿子小王的回答 却让所有人惊讶不已 王先生费尽心思 替儿子安排工作 儿子小王找尽理由逃避工作 除了对父亲的抵抗 我们也明显看到 小王适应工作能力的欠缺 可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随着儿子消极代工的频率加大 父亲王先生对他的宽容 反而变得越大 两次安排工作失败之后 王先生做出了一个 让妻子邹女士更为抓狂的举动 他把儿子带到了身边工作 工作没了以后 白天睡觉晚上喝酒 这时候他爸就特别心疼 他爸就说你看 孩子这样这半月就这样 不把孩子身体糟蹋了吗 他爸爸就说 到我们自家经营的场子里去工作 这个我不赞同 毕竟孩子从心里 他就说他因为还没有成熟 我就说了 又会回到那个状态 三天打鱼两天再往 以我的观点呢 就让他自己受了苦受罪 你如果不去找单位 我就断你的经济来往 我就不带给你连花钱 我是这样打算的 他坚持还能喊得去 不能让孩子在家受罪 我看他老子在家 就不是喝酒 就是干什么 就是没干了一个任何东西 我不能尽量地在家呀 所以我想在家上厂 是不是溜溜 干点杂活 买点东西 办公室里其他的开个会 我想干个这 他力所能及的一些东西 如果即便是在厂子里 也要一视同人 同其他的工人一样 还到厂子以后呢 把厂子当成养老院 想去就去不幸辣岛 他表哥当他领导王 他不让人管 他表哥管不了 我一给他说 我说不行 你得给孩子说说 他表哥管不了 哎呀 缓缓再说 这个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就说缓缓 缓缓 其实我表现还可以 我也没吃到过 都行 我在学校的工作 就是在办公室 当时一种某种人 咱俩不认识 他盯着你看 看就不认识 你看啥 他就看一两眼就完事了 他一个人盯着你看 他指高强那个镜头 就感觉 就 对我感觉就是受欺负 我就心里就会有气 就是看着一看就好欺负 我在办公室待着就难受 我就从办公室搬出来了 是和你交流过程当中 还是说跟你毫无相干 跟我毫无相干 你觉得人家跟你不相干的眼神动作 也是在欺负你 对 他一看我就觉得我好欺负 我因为只有自己站起来了 你才能感觉周围的人不欺负你 所以我说你要成长松鼠 你站起来了 你就不会感觉别人欺负你 你的意思是 他会觉得被欺负 是因为自己太弱小了 对 自己在趴着 最终是自家的厂子 孩子应该要撑起来这个厂 这个状况我说不行 孩子既然是不去 你要给他扣工资 这个晚去什么早退 就要扣工资 你对别的工人怎么要求 就要对孩子怎么要求 但他爸爸不听我的 原来说给孩子三千一个月 后来同学 那三千不行 那给孩子五千 那五千就五千呗 我是报极地反对的孩子 我就说这孩子还不定怎么样呢 这三千就变成五千了 那没有用 他在坚持什么 他是老板对不对 我没有反对的权利 好 给一个机会可以理解 那工资从三千提到五千 他的给你的解释是什么 他没有给我任何解释 就我就这么定了 对 他同学说到 那三千不够对孩子五千 就这么五千这么定了 我感觉到了 他这个思想有问题 但我没办法 他这个钱 比方说有一些钱 他从外边处理了一些 欠款也好 干什么钱也好 他要去把这个窟窿补掉 虽然年轻阶段 还有好多路要走 各方面 我还不想 从心欲上各方面 我不想对他造成一个坏的影响 这是一次还是多次 多次 就是一二再二再二三 哪年都得几晚 为什么就不能让他自己解决 你说我看这孩子也很受难 就说各方面了 他一些情况 我注意他的情绪 注意情绪 对 为什么用到这个词 为什么是注意情绪 放在第一位 因为他一再跟我说 我们在压榨的 在折磨他 我就说是尽量地走到他心里去 他需要这个温暖 无论是贷工还是贷款 王先生同样采取了退让和迁就 如此表达父爱的方法 让旁人费解 更让妻子邹女士不明所以 让邹女士更失望的是 即便丈夫顶着他反对的压力 无条件给儿子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也没能换来儿子的积极与努力 相反 儿子对工作环境的挑剔和敏感 越来越明显 稍有不顺心 就以烟酒为伴 沉迷其中 从工厂搬走之后 儿子小王做了一件更加疯狂的事情 他把王先生赶出了家门